分盤子強迫症 分盤子 吃東西的時候可能要分很多盤子 日本 日本 或者是韓國 韓國 韓國小碟子超多的 提提提提提提的 這兩個國家我覺得 到底是哪一國呢 是 日本 日本 因為日本人吃飯的時候 都會把小菜啊 分成一盤一盤的嘛 那我自己非常講究這個東西 假設我今天去吃麻辣鍋 然後吃了鴛鴦鍋 我一定會分享麻辣專用盤 跟那個雞白湯專用盤 然後台灣人就很熱情 都會幫我夾菜夾肉的 然後有時候把辣味的肉 放在我的那個雞白湯的盤子裡面 什麼湯 對 怪怪的 嚇一跳 那個味道會混掉 味道不能混在一起 就會不好吃 然後害我再去拿新的盤子 還有我自己不能接受 用筷子直接給我 不行 真的什麼 這個絕對 絕對不行 真的是我們 剪骨頭的時候才會這樣做 剪骨頭 所以才吃東西的時候 絕對不會對不對 不能餵嗎 那餵女朋友咧 直接餵 對 但有些朋友是直接這樣子夾 妳趕快拿 趕快拿 我要直接吃還是怎樣 拿盤子啊 就很尷尬 不能這樣 不能接受這個行為 好 下一個 酒量好強迫症 唉唷 這裡 這裡應該是喔 俄羅斯也會喝酒 誰 俄羅斯 誰 俄羅斯嗎 韓國吧 韓國嗎 到底是哪裡呢 是 韓國 韓國嗎 是嗎 這個我先跟大家解釋 先講重點就是說 其實韓國人的DNA 那個能夠喝酒的人不到40% 其實一半以上其實不能喝酒 因為它的乾功呢 其實不能喝酒 大家都誤解說韓國人超會喝酒是不是 超會喝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問題是說 我發現呢 如果妳的酒量不好 等於 妳的所有的事情跟體能 還有妳的工作的能力都不好 所以 雖然酒量不好也是說 硬就說 我酒量還好 還可以這樣子 我就一起就喝就發現 其實酒量不好 可是我覺得韓國人厲害的是 很會喝混酒 混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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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啤酒 啤酒對不對 混來混去 很可怕 很可怕 的確是那個混酒 頂多是啤酒跟沙烏酒 混一下這樣 台灣都喝的是烈酒 威士忌 威士忌跟那個高粱 還有高粱 我們在全世界的那個 你看我們人口才多少 2000多萬而已 可是在威士忌的銷量來講 是前幾名的 對 真的 全世界前幾名的 我們買那麼多威士忌來喝 對不對 你們大家都普遍來講 都覺得台灣人是會國 超會的 台灣人很喜歡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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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一個社會 一個類似地位的東西 你開會啊 就是要喝酒 就是要喝酒 所以你們就很厲害了 因為我發現好像外國人喝酒 都會喝比較慢 隨性 他們就直接享受食 對 台灣人就是要追酒 台灣人就是要追酒 台灣人是 我告訴你杯子我們是空的 先乾 對 而且你為什麼 對好像煮麻一樣 你為什麼還這麼清醒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趕進度 快點 公杯 遲到三杯 公杯 這個 你們好像有錄到什麼 最菜的要進一輪整桌 對 進一輪就十分下去了 對啊 你剛來不用一個一個進 對啊 他抽一抽 我覺得這樣 搞到最後一定要有的人吐 有人倒 還OK 要見到有人倒地才會 有人倒地對不對 或者是有人中風 沒辦法來錄影 一定要這樣嗎 我們今次四個是量力而為嘛 對不對 四可而止 來 接下來 外表強迫症 這個很注重自己的 韓國吧 韓國吧 還是韓國 韓國嘛 對 因為韓國人愛打敗 看一下四哪裡呢 俄羅斯 為什麼 為什麼 哪裡啊 為什麼 最好四啦 為什麼 哪裡 你們一直說我很醜嗎 不是 因為達夏 妳的感覺 現在感覺就好像是一個大學生 要去上課的感覺 我跟你講 如果我媽媽看到我這個樣子 我一定會被罵死 其實我跟你講 我每一次回去俄羅斯 我真的很自卑 因為我發現大家都這麼漂亮 然後打扮得好好的 好像是有我這樣的 像那種去遛狗的樣子 是喔 大家其實出門在俄羅斯 都是要進行掌飯 對 非常的注意 而且就是我們都不會 我們都會穿怎樣去上課 我們都會穿西裝 然後會穿襯衫 可是最重要的點是 就是跟台灣不一樣 我們都會先 台灣完全不會燙衣服 我發現大家都是那樣皺皺的 皺皺的 然後就是出去 天啊 對啊 在俄羅斯大家都打扮得 像俄羅斯娃娃一樣 就很清楚 打開了以後 還有一個… 打開了一個喔 你知道這麼小的 衣服都還是有燙過的喔 對 然後每個都是燙過的 都是順順的 對啊 其實細節都要說 尤其是女生 所以真的就是我跟我朋友 去吃飯 我真的覺得很自卑 他們都看起來 像在台灣的婚禮一樣子這樣 好像 對 可是台灣的 去參加台灣婚禮的客人 好像也都是在遛狗感覺 對 這真的完全不會穿衣服的 真的 好像只有行陽跟行郎 就是穿得比較正氣 比較好看 跟其他人都很隨便 了解了 好 接下來 好 看一下 強迫症的部分 跳舞強迫症 感覺好嗨喔 就巴西了 巴西太明顯了吧 那個太明顯了吧 就巴西了 巴西人整天就是在生巴舞 整天在那邊跳舞 等一下有音樂就跳了 對啊 真的是巴西嗎 請看 看一下 這個巴西啦 對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巴西人真的太怕無聊了 所以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像我一般就是 不管我在洗澡 我在做飯 我在打掃 我在愛愛的時候 我都會想要放一點音樂 才會有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真的 洗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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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澡你要怎麼放音樂跳 我就是有一個音響 你就放一個音響 洗澡 你在洗澡 Yeah 你在洗澡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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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洗胯下啦 洗澡 洗澡 是不是 洗澡就變成一種 然後就是樂趣 你會很享受洗澡 哇 甚至就是覺得 真的是洗澡 真的可以跳舞 這樣很爽這樣子 我坦白講 我有時候去台灣的KTV 那 只有我一個人會在那邊 不管是放什麼歌 比如說你放一個 一個 有一鐘悲哨 我就會在那邊 有一鐘悲哨 一跳 也是一跳 抒情歌 這個也要跳 因為我就 難過的歌 不是 我就比較沒有辦法接受你在那邊 一鐘悲哨 然後也在那邊 喔 不能坐著不動 不行 喔 我要我們再跳舞 我們唱悲傷的歌 大家都會坐在那邊這樣 對 然後靜靜的跳 對啊 然後順便放鬆一下 休息一下 如果有人失戀你在那邊 硬跳會不會被打 對啊 其實不會 他們知道我有一點 瘋瘋的樣子 那沒關係 對 然後 動向最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跟一些朋友去超市 去買東西要去烤肉 然後我在結帳的時候呢 他們就是 我突然開始聽巴西的音樂 我就開始在結帳區 就是排隊的時候開始跳舞 開始跳 結帳舞 好瘋喔 喔 這在巴西是很合理 巴西是很合理 那巴西的那個結帳會 他還很躁動 真的動不動就跳耶 好厲害喔 真的 那如果你心情不好 但是還是有音樂來還是照跳嗎 邊哭邊跳 至少你選身體的某一個部分 律動一下嗎 喔 好難過 難過 難過的時候的舞蹈 難過的時候的舞蹈 好厲害喔 好可愛 欸 有難過的感覺 有 有 看得出來你們覺得不好 跳著跳著就開心了 對不對 這真的 在日本是沒有辦法想像的吧 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日本話 沒有 沒有 極力撇清 因為你感覺好排斥 不是喔 很多那個韓國民心去日本那個看 那個辦演唱會的時候 明明就是舞蹈跳歌喔 但是站起來 Yeah Come on baby 然後日本人在幹嘛呢 這樣 對 我們在那裡 全部 1萬個都這樣 我們去KTV也是頂多拍手 對 沒有人站起來 奇怪 就是在大家展現自己的享受 好像是不太禮貌的 會害羞 會很丟臉 不會享受 可是他們很喜歡跳舞一樣 宅男就可以嗎 對 因為我們的粉絲比較特別 對啊 他們會自己會加油 而且你們很會跳跳舞機 在跳舞機上面就很高 會一起跳啊 趴啦趴啦 趴啦趴啦 應援團 應援團可以很瘋狂 對不對 越瘋狂越好 代表偶像越熱門 對